新聞娃娃有YouTube頻道囉 請大家搜尋新聞娃娃娃 或者掃描QR Code 也可以按下訂閱鈕 開啟小鈴鐺 請大家繼續分享 在LA 老公的朋友來 那是一對情侶喔 沒有 是他的一個好朋友 來LA玩 然後贊助在我們家 要住個三天兩夜 那個時候來的時候 就聽到他一個男孩子 就是我老公的好朋友 他就很高興跟我們講到說 我這一兩個月 我交了一個新的女朋友 那我們當然很為他 感到很高興這樣子 他就說那我女朋友的話 就是因為才剛戀愛的 這個蜜月期 所以他對我還滿黏的 那你們家的電話號碼是幾號 我要把你們家電話號碼給他 我說幹什麼 你們那時候都有手機了 幹嘛不能打手機 他就說沒有啦 他就想要知道說 我人在哪裡啊 因為有時候打手機 不一定會知道說 我人在哪裡 他想說如果今天 我在你們家的話 也要知道一下 你們家的電話這樣子 我說好啊 我也沒有多想 我就給他了 給他以後呢 你就會發現說 確實就是 他女朋友真的還滿黏他的 每兩個小時 他的手機就會響 然後到了晚上的時候呢 我們可能從外面吃飯回來 他在接電話嘛 我在吃飯啊 還怎麼樣 那你開個視訊 讓大家知道 我們都在場這樣子 好 然後晚上回來的時候呢 我們家電話就響了室內電話 我就接嘛 接了話呢 是他女朋友打電話過來的 然後他就說 你是誰 那我這個女主人 我當然就會覺得說什麼 我是誰 是我家 你打的是我家電話 我就說我是Synthia 那個來的朋友叫什麼名字 他叫Jason 我是Jason的女朋友 我哪敢這樣講啊 對 我就想說這是我家 我還要被人家質問說 你是誰 我就想說那邊搞錯 我就說我是Synthia 我說我是就是Jason的 好朋友的老婆這樣子 他說好好 那我要找Jason 我說OK 好 沒問題 我說Hey JJ 你的電話 我就這樣喊 好啦 女朋友聽到啦 隔空喊話嘛 又開始問他的男朋友說 為什麼他要叫你JJ JJ不是我叫的嗎 他說可是我的朋友 因為從早到早就說Hey JJ 就是JJ就這樣叫 所以我當然就跟我老公 一起叫嘛 他說他老公 就是你朋友可以叫 可是朋友老婆 怎麼可以這樣叫的 然後又開始就是一個 小口角這樣子 那我想說好啦 反正呢 我們家那個 那三天兩夜 台白獎真的沒有聽到 那麼多的靈響聲 都是他的女朋友 打電話過來的 直到最後一天 我覺得真的很妙 那一天就是中午大概時候 他就要離開我們家了 他神色慌張的 跑來 先跑來 跟我老公在那邊喜喜酥酥 那我就在客廳 我想說你們兩個在忙什麼 不是要打包回家了嗎 然後我老公又神色有意的 跑來跟我講說 你有沒有在我們家 看到一條 不是屬於你的內褲 我說等一下 我說什麼叫 都不是屬於我的內褲 他說其實 就是這樣就是說 那個Jason 就是他這三天兩夜 來的時候 他的女朋友 交給他一條 他自己的原位內褲 跟他講說寶貝 因為我知道你 你要離開我 那這三天兩夜 如果你就是要排檢寂寞的話 把這條內褲戴在身邊 就好比是 我在身旁陪伴你一樣 那如果半夜你有這個 想要排檢寂寞的話 記得喔 我就在你身邊 你可以聞著我的味道入睡 還是什麼的這樣 我說那然後他說 他說好像Jason正有 把內褲拿出來 然後就不見了 我說不見了 他說對 如果回去 女朋友把內褲拿回去 他沒有東西可以交差 他很害怕 他怕女朋友跟他大吵大鬧 我就說那一定是 如果他這樣排檢寂寞的話 一定是你老公 對 他偷走對不對 對 皮子那麼紋紋紋 有這一條 趕快把它拿走 對 好 然後我就說 一定 你有拿嗎 那個內褲從實在 我說那就是一定要 從客房開始找 找不到 真的找不到 你不知道他是怎麼樣 去如何使用那條內褲 後來我就說 那不然這樣好了 因為那條內褲的話 拿去那個 也不會用我的嘛 不同 對嘛 我就尺寸也不同 我說有沒有什麼牌子 是 你知道是什麼牌子 我們可以去買一條 他說不行 內褲會有新的味道 會有新的味道 他就是一個原味 所以他女朋友認為 就是要原味 所以後來 我是不知道他怎麼交胎了 可是我覺得這件事情 我真的會覺得就是 我就問老公說 女朋友真的好妙 怎麼會有這種事情 這個時候我們就去找一些 不認識的女生幫忙 那一塊一樣啊 其實他拿去哪裡人呢 後來在你家也沒找到嘛 對啊 我真的真的沒有找到 好可怕 真的沒有找到 小木老師要跟大家講 最愛吃醋的星座 有哪幾個 對 總共有三個 那我們先來看第三名 就是雙魚座 那雙魚座對應的 雙魚就雙魚 我不是 對 還好 沒有這樣 對應的生肖 還有生肖是屬舌的 屬舌的也是會 對 代表是說 你們都是自信不夠 道聽途說的人 為什麼 因為雙魚座 或者你是屬舌的人 通常就是你們自己都會覺得 自己也像長得還不是那麼好看 如果說你交的另外一半 很帥 很漂亮 對 你就開始會懷疑說 另外一半是不是都會去外面跟別人做一些什麼事 所以老師都會建議說 如果也是雙魚座或屬舌的人 對 盡量要告訴自己要有自信一點 而且你們比較容易會道聽途說 譬如說只要有算命師 旁邊的人跟你講說 哇 你的另外一半長這麼好看 可能會外遇 做外遇 父母親也會 會說 你看那個人 你跟你講 這樣他會來跟你在一起 是不是有目的 你開始就會懷疑東疑心 對 就疑神疑鬼 所以這個星座 人要特別注意 那第二名就是天蠍座 對 對應的是屬猴子的 比較多疑性格 而且比較猜忌心很強 為什麼 因為天蠍座跟屬猴的人 通常來看的話 性能量比較強 是性慾比較高 所以說如果另外一半有沒有 就是最近如果都一直沒有給你 或者是他在那個床地關係 有沒有 很像感覺 不是那麼的猛烈的時候 你就會覺得這個人怪怪的 而且就是說天蠍跟屬猴的人 也會嫉妒就是爸爸媽媽 譬如說如果說你的另外一半 跟媽媽很好 或是跟媽媽常常靠近 對 他也會吃醋 會吃家裡的醋 所以要特別的注意 那第一名就是屍子座 或者你是屬老虎的 控制慾非常的強 想要對方聽話 我屬老虎 你要屍子座配上老虎嗎 沒有 這對 擇一就好 擇一喔 擇一就可以 這是被控制的 對 代表屍子座的 有時候某個程度 好像控制慾比較強一點 如果說另外一半有沒有 他眼神怪怪的 或者是眼神不對勁有沒有 他就會開始會直接 賀子另外一半說 你不要這樣子 而且會比較容易糾正另外一半 但是他們很快就過了 對 這是不會一直一直記住 而且越年輕的獅子有沒有 對 會越明顯 越來越老的就不會 好像 像那個志偉 更像是老獅子 然後我們還有一個 那個塔羅牌 對 那這塔羅牌可以來測說 你的吃素指數有多高 對 然後我們有四張牌 第一張牌就是有兩個男生 在相撲 上面有個太陽 這裡有三個人 三個人上面有一個 就像有一個愛神 對 那第三張牌就是有人在抬轎 你就是坐在轎子裡面的那個人 最後一張牌就是你被人家拜 下面都全部都是就是信奉你的人 也是偶像 對 那A B C D 他選一張牌 鄭大哥選哪一張 A B C 哪一個是A 對 A就是那個相撲的 那B呢 B就是有三個人 有兩個女生 一個男生 上面還有一個天使 那我選C好不好 選C 好 然後西西亞你選哪一個 我選相撲人 相撲人 對 然後我也是 相撲人 對 我也是 也是啦 我選D 你選D 好 沒有選B 那我們先來看B 如果說觀眾朋友選到B的話 代表是百分之九十五 直接吃醋 觀察敏銳的 選這張牌的人就是你會比較容易 就是如果另外一半 他怪怪的 你就會直接跟他講 就直來直往 而且你會馬上 賀子的那一種型的 對 那要特別注意選B的人 就是說年紀越大有沒有 對 你會越來越瘋狂 如果說另外一半怪怪的 你會叫他封鎖 或者是刪除另外 就是外面有情敵的電話封鎖 你都會這樣做 那我們來看選到C的曾大哥 選到C的話 百分之八十五 冷氣吞聲玩些手段 什麼叫冷氣吞聲 代表是說 曾大哥表面上會說沒關係 對 我都其實我都無所謂 反正這是另外一半的自由 但是開始他就會 內心波涛洶湧 對啊 然後開始會打摸量磅 打摸量磅 想得比較帥一點 想要帥輕一點 或者是找個人來怎樣 來刺激一下另外一半 就說證明我也是有什麼 我也是有行情的 不會 我也是有很多人愛的 好 那我們來看到選到D 好 那選到D的話 代表是百分之六十 吃醋只數六十分而已 找到天菜又愛又恨 代表是說如果你找到的另外一半 他很多人喜歡 而且另外一半有沒有 就是很多人愛的話 你會覺得說太棒了 這邊我的眼光很好 對 所以有時候 你也會很生氣 會就是說另外一半 這麼多人喜歡 風頭都在上面 但是又會覺得自己的眼光很好 所以又愛又恨 只有我可以征服 沒錯沒錯 有這種感覺 那我們來看選到A的 很像有三位 那我們來看 代表是非常安全 懂得相處 吃醋只數三十分 對 剛剛還有節目 師姐說我都會吃醋 其實以這個牌來測的話 代表是說 就是說通常你會覺得 你的另外一半 如果年紀越來越大 越來越老的話 你會覺得我已經 不會再控制他 而且就是你通常都會覺得 只要我掌控他的錢 或是掌控房子 掌控他的一切 就算他外面有一些人喜歡他 你都不會覺得怎麼樣 所以選到這張牌的人 次數指數是三十分而已 對